第18题,有一瓶 pH值等于3.2的碳酸饮料,则下列迅速何者正确? A,它的气粒浓度小于10的负7次方大胺 当我们是纯水中性的时候,我们的25度气粒,气粒浓度是等于10的负7次方大胺 而酸性溶液的气粒浓度会比我们的纯水来的中性溶液来的大 所以它应该是会大于10的负7次方大胺而不是小于选项A是错的 选项B,它比pH值是3的容易还要酸 pH值越小就代表酸性越强 3.2大于酸,所以表示它的酸性没有比pH值等于3的强 而是比较弱,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,它可以使分态指示剂变为无色,这个是对的 我们请同学背过,分态指示剂在酸中成的是无色 选项C是对的 选项猪,因为它是酸性 所以杯子里找不到任何的氢氧跟离子,这个是错的 25度C的时候,任何水溶液,它的氢子浓度乘氢跟离子浓度 会等于10的-10次方大胺平方 所以不论我的氢子浓度有多大 我一定还会有一些些的氢氧跟 所以不会找不到任何的氢氧跟离子选项出是错的 因此第18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,它可以使分态指示剂变为无色